为了强化后备干部地方服务的能量 花莲县玉里镇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办理了节拍仪式 由主任杨玉明来主持 场面相当的热闹融洽 主任表示 这次的后备军人辅导中心率先与玉里国小 南区服务中心完成整合 连结后备指挥部与地方政府的服务端 更能扩大服务的面向 袭击未来能够完善的各项后备事务 发扬全民国防的理念 以崭新的面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为强化后备干部地方服务能量 花莲县玉里镇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办理接拍仪式 由主任杨玉明主持 场面热闹融洽 在开始就例如台风或者地震 能够能够充当我们花莲哲部的前进指挥所 所以说在此非常感谢 对这段筹备期间 非常感谢玉里国小能够把我们不条件的 把这间教室借给我们当作的办公室 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李子伟官 他来这边的是在军中 和天宇国小的军中协讨 我们还有这么迅速的能够成立这间办公室 主任说这次后备军人辅导中心率先与玉里国小南军服中心 完成整合 连结后备指挥部与地方政府的服务端 更能够扩大服务面向 希望未来能够完善各项后备事务 发扬全民国防理念 以展新面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最后杨敏说 希望各位的服务干部在新的一年秉持以往的基础 并持着一日后备终身后备的精神 协力推展国防事务 人才招募以及服务箱里等等的工作 在国家有需要的地方 就有后备干部的身影 将后备的钟爱军风来发扬广大 记者高双双 玉里正采访报道 就会发扬广大